我剛剛這樣講 不是鼓勵大家裝鐵創 但是就是說 確實臺灣很特有的文化 裝鐵創 那我很贊成剛剛Vivi講 臺灣人就是裝鐵創 覺得說 這裡還可以放東西 一半 幾十萬 幾百萬 鐵創裝一裝也要多幾半 對不對 那第二個就是真的怕小孩掉下去 說實在 孩子六月一四人就沒辦法 我覺得小孩在鐵創面上玩 我們就覺得很安心 對不對 還有一個防護這樣子 防護 但是你從外面看 又感覺他裝在 關在幾樓的監獄 對 好 那這個庫林 鐵創文化是怎麼來的 其實我覺得這個 這個我的書上都有寫 所以要講一下 我這個書雖然叫臺灣史必修 看起來很嚴肅 其實我只會叫臺灣史必修 他比較正確名是臺灣史懶人包 大家只要讀這個就很容易懂了這樣 那我覺得臺灣其實寸土寸金 不是臺灣人今天才有的觀念 房價高才有觀念 當年在臺灣就是如此 因為我們的祖先 從這個中國大陸過來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規定只有男生可以過來 不可以帶女圈 所以過來的人 他根本就沒有欺身之地 沒有 沒有 你完全沒有土地 沒有房子 所以都晚上都睡在哪裡 睡在廟墊墊墊 那廟墊墊墊不是都畫那個羅漢的像嗎 所以他睡在那裡 所以我們把單身看叫做羅漢墊 所以羅漢墊墊的點不是來的 這樣來的 那這些人他沒有 我沒有土地的人那怎麼辦 臺灣那時候除了三地的原住民 平地原住民 平埔族 平埔族是母系社會 土地是給女兒的 那我想說這好了 對不對他有地 我就娶他 娶了他之後 我就有地了 就可以蓋房子了 然後我們就可以生小孩了 就可以建立自己的家園 當然你說那平埔族女生 每個都肯嫁你嗎 當然也有不肯嫁 如果娶不到平埔族 就已經站起來了 沒有後代 有後代的話 所以我們其實都是平埔族 跟漢人共同的後代 所以以前說有當孫 孫 沒當孫 就是說我們的阿公一定是從唐山 中國大陸那邊來的 但是我們的阿嬤一定是個原來的平埔族 也就是所謂的南島語系 南島人 所以我們是 不是說我們 我們是中華民族 這個優秀的民族 跟南島民族 這兩個優秀的民族結合起來的 那可是畢竟土地有限 所以那個時候 臺灣人來到這邊 我如果沒有辦法娶到平埔族 我就践土地 你践我也践 所以就打來打去 張全介受 閩克蟹鬥 對 甚至客家人 你看很多客家人 原住民會講客家話 客家人會講原住民 因為客家人最晚來 還被擠到三邊 所以他跟原住民比較有來往 大家為了搶土地 甚至還要團結起來 譬如說宜蘭有二結 四結 就說我們結在一起 對 結在一起 甚至不要用圍 圍圍 圍就更大一點 撞圍 對 撞圍 所以我們要佔我們 這個領域性我們是很強 大家為了保住土地 因為那就是保命 所以因為這個領域性強 我覺得這個基因裡面已經有了 所以像剛剛這個你講的對 結果這個圖 就是說我們很多時候 我們這個鐵窗 你看鐵窗 你不然裝瓶的 其實國外有時候 你看到鐵窗雕花 很漂亮 可是我們就要給它推出去 你知道嗎 我們就是要多佔一點領域 就包括屋頂加蓋一樣 屋頂加蓋我有用嗎 沒有再用 可是蓋起來都是我的 甚至防火象 我也要把它加蓋 有沒有 就是所以那是臺灣人傳統的這種存在這種對於領域性 就是說這是我的領域 我可以多放一點東西 我冷氣可以裝出去 我可以放兩顆盆栽 我甚至有些紙箱堆在那邊 感覺我的土地增加了 所以我覺得是這樣的一種想法 所以你不要怪那什麼十三樓在裝鐵窗 我要跟這個德國朋友講 十三樓為什麼裝鐵窗 因為十三樓是最高樓 小偷會從露臺下來 從屋頂下來 會垂降下來 對 但現在其實就不必了 因為基本上我最近看一個資料 臺灣的竊盜案幾乎快沒有了 因為小偷都去當詐騙集團 比較輕鬆 沒有風險 關的行期又比較短 當然我們不是鼓勵大家去做這個 但是我們瞭解說 我們的祖先其實對我的地 這個概念是很根深蒂固的 所以我想也影響到我們 宜君在歐洲這樣住多久了 兩年多 兩年多 你有看到歐洲有裝鐵窗嗎 沒有 真的沒有 但是之前我們有討論到說 主要是我們的窗戶是這樣子開的 所以從外面它其實可以這樣子打開 但是歐洲的窗子大部分是往內開 就是你一定要往內開 所以也比較沒有小朋友 因為小朋友他比較不會開了 然後倒退 然後再往往衝 就是所以會可能鐵窗文化比較少 但是切到案 我們也一定比臺灣多 也是有切到案 OK 那往內開 其實就會限縮自己 往內開你就會退後 對 就會限縮自己的空間 可是你往外開 感覺很好 對不對 快點一股 那我們今天邀請到鄭凱 鄭凱這個他最早是以找鬼的記者出身的 民俗縣 民俗縣 鬼跟神都找 那他很特殊的經驗就是說 小時候家裡他本來是沒有裝鐵窗的 也因為這樣子你的撞鬼經驗救了媽媽跟你自己一命 因為我剛剛聽完各位來賓之後我覺得我們家鐵窗是一定要裝的 因為沒有裝可能我現在人不在這 因為我們的鐵窗 我家鐵窗有經歷一個就是臺灣很知名的社會案件是跟沉浸性有關的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靈異事件 這故事源頭在我差不多幼稚園吧 那時候我在家裡睡覺 起來了一天早上我們旁邊是一個窗戶 然後那個燈照進來 陽光照進來透過沙就起來 爸爸媽媽睡旁邊 我就拿床頭的玩具在玩 就玩一玩之後我就發現 怎麼有人攀在我們的窗戶看我 我就看到一個影子這樣 他就攀在那邊這樣看我 那時候的也年紀小 然後也不太害怕 可能剛睡醒腦子也沒開機 我就看著他 然後那個人就是看看之後 他突然間就把頭轉過來看我 但因為背光我看不到他的臉 所以我就大概知道說 他已經發現我在看他 結果看完之後我就睡了 我也沒想太多 後來到了某一天的晚上 大家我媽在廚房裡拿飯 要到客廳吃飯的時候 結果我就跟我爸突然聊起這件事 然後我爸的反應就說 哎呦 夭壽這樣 他就開始用台語跟我媽講話 那我小時候就知道 只要他們用台語講話 就是不想讓我知道 就是有嚴重的事情 沒多久我們家就裝鐵窗了 然後我爸就解釋說 你不能聽台語嗎 我聽有一點點 但我說話沒練 然後我就是知道說 我爸就說有小偷 那這件事就過了 過到我差不多小學 那陣子就有白曉燕命案 轟動全台 然後那時陳靜興就到處流傳 那我爸是松山分局的 第三偵察小隊長 所以他幾乎沒回家 因為那陣子全部的警察 都在抓陳靜興 我記得那時候 發生在松山嗎 對 那時候警方不知道他在松山 然後我媽就是半夜看電視 看看之後突然間聽到 有人在防火箱拉鐵窗 他就跑過去看是誰 那因為家裡是暗的 外面是亮的 所以外面看不到裡面 但我媽就看到是陳靜興 他就在那邊拉拉拉拉拉 然後我媽還跑去 他裡面家的鐵窗嗎 就拉我們家 因為我們家住一樓 他在防火箱那邊找目標 然後我媽就跑回來看那個 我們以前以前那年代 有陸放影機嘛 上面就放了一疊陳靜興海報 我爸帶回來的 他說只要有通報消息正確 有一千萬賞金 然後我媽就趕快打電給我爸 說陳靜興在拉我們家鐵窗 然後我爸就直接幹給他說 賣相學問那一千萬 你被掌握的線索 陳靜興已經不在松山 我們警方已經布好在哪裡哪裡 我媽想說也對 再去防火箱 那個人就不見了 後來他在南非大使館被抓到 一出來穿著打扮 就是當天我媽看到的那樣 而且他後來行蹤一曝光 他確實在松山有出現過 錯失財富自由的機會 我爸那陣子 我爸那陣子在家裡講話 就很小聲 然後後來這件事情 就是鐵窗救了我一命 因為以陳靜興的犯案說法 他進來 我媽是一定那個的 那我一定是不會在這兒的 他絕對是都滅口 後來為什麼會跟靈異有關 是因為那時候 其實那真的是一場驚魂 若陳靜興去你家 因為過去辦過的案件 他進去是不會有留火口的 女的都一定是褲子脫了 男的都一定是瘋猴的 然後我們那時候 為什麼會跟靈異有關 是他好像那個護士 也被他殺了 對 去整形那個 後來就是我們有一個 以前很知名的鬼故事 就是玫瑰 那個玫瑰之夜的鬼故事 然後我媽跟我很愛看 有一天我那邊看看看 我就發現 你歷經玫瑰之夜喔 對啊 我1987 為什麼知道那個人影 那個黑影很怪是 他就有一個女來賓 他在講到說 他們租屋有一個鬼影 攀在窗戶上面看他 我想說那不是跟我小時候 看到一樣嗎 是 後來他就講難講 我就覺得對啊 那個影子我小時候看的時候 因為正常人攀 他一定是雙手抓著引體向上 這樣看你嘛 可是那影子是整個轉過來 像蜘蛛這樣2D 皮影戲這樣跑 沒有核心那麼強的小偷啊 所以他就我那時候才反應過來說 哇 那其實不是小偷 對 那我應該那時候早上是見鬼 對 但也因為那個鬼 然後裝了鐵窗 我現在人在這裡 是是是 大概有這麼一個邏輯故事 那你小時候看得到 其實我真的沒有真的目睹 像說坐在對面跟我說 你好我是鬼 我給你喝個咖啡聊天 沒有遇過這麼真實的感覺 但我會怕 我們其實是很虔誠的節目 我們希望晚上就讓你看到 沒有 不用那麼直接 不用那麼直接 你不是希望嗎 希望可以以一個舒服的方式 讓我知道你的存在就好了 鬼出來 你還要求舒服不舒服 突然間如果冒出來 我會嚇到 星文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 星文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